有十四个篮板的进张 更重要的是 他这样的一个位置的球员呢 把失误控制只有单场一个 这是非常不简单 对 在前面的两场比赛 主委都是double top的演出 所以说在篮板球方面 还有30得分的可以看出来 整个美国队是很倚重他 但是我们另外讲到说 在整个团队作战来讲的话 在今天可能要多一点对美多人而言 不然的话 其实就算说实力上差很多 但是体力上就很难去再振作起来 是 所以对于泰国队在出段的这个目标 就是尽量让比数不要被拉开 而且尽量一点一点的 去争取对球队有利的一些细节 没错 而且尽量把这节奏拉得很慢 让对手美国队呢 习惯这样进攻的方式 台湾队第一次的底线的 对方在篮下的威力 也不太可能又想要守到外线 又想要守到内线 很明显这极强比赛可以看出来 美国队的外线并不是很好 所以比如说想 当他出手的时候做好把塔位动住 就想要更多的 走所谓的防守篮板球 尾箱 也看到场上已经拿到了四分了 我们国队其实出手空间是有的 然后来局动侧应又是 更靠近篮框一点自己捡回来 身高要挑战180 美国队也换成人丁人的防守 毕竟对美国队而言 区域叠方不是他们擅长的 一次的传球已经到前场 叠叠被拉开的话 到第二届会觉得更辛苦 当然美国队在第一届 目前打起来算是相当的轻松协议 打起来再也会 再也会有点 一 在那边 所以拿到分数 搞六道 来一下 轻松的摆进 相对的会的已经更多吃到吃点 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 在结束选举杯之后呢 也就是8月底的时间 防守 我站在手 剛剛的進攻其實美國也不急 14個穿到空腦就會出現 找到最好場比賽剛好 到達最巔峰的這個席 回家還沒罰勁 第三節最後的10秒 又是一個Lucky的助攻嗎 小拉一剛 最後還是靠著Dewitt再來一下點進 拿到最後好像在記憶頭鬥牛一樣 拿球誰投籃呢 而且這兩波的防守算是相當的成功 沒擺盡 她老婆沒搶到 眼神不夠啊 她只要擺盡 這個媚眼的電力要再強烈 劉威要展現她的彈跳的能力 是在鬥志的 在美國隊最近的賽事整體的戰績是一勝三敗 但是在場上的這個平靜雖然是輸多甚少 但是他們在場上的鬥志依舊很高 沒有 剛剛我們說的 用能單打的能力 不然就是直在籃下的籤 不然就是直在籃下的籤之類 從在昨天Dewitt 這名球員可以看出來 他的身高 以我們說的 以在這個內心來打的話 他不是說特別好 但他彈跳能力跟運動能力 是非常優秀的 劉威 他不是很優秀的 他不是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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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支職業的這個球隊直接帶過來 而對於美國隊來講 算是傭兵的一個軍團 所以雙方打起來的這個球風 也的確就是如此 靠著團隊的一個合作的能力呢 日本在整個上半場 一直都能保持這個領域 我已經形容得很好 就我們說的 就是換成Dewitt來試看看 沒有問題了 就是換成Dewitt來試看看 沒有問題了 就是換成Dewitt來試看看 沒有問題了 兩邊很快就拿到 就是換成Dewitt來試看看 兩邊很快就拿到分數 就是換成Dewitt來試看看 對 我們特別講 在DWES9分了 是嚴格說起來 他籃板球抓不到5個 這5個以下其實 比他身材來講 他可以講更多的 是 先了 在整體班長的進攻的攻勢 日本這裡可以說是 是裏外兼具 在三分外線 目前三頭二中 而進去 他們加法沒有罰進 進攻籃板 自己搶 接三道籃下 精彩的傳球 我們台灣一定不會被罰錢 非常有環保的意識 特色不錯 很好 追到六分殺 中距離 現場又發生了新呼聲 就是要打來一下 是 在這一屆的比賽 真的是 不大容易看到 這樣子類型的 基本 在第二屆裡面 他們取得的 這個 在犯規上面的一個優勢 沒有發揮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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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Rose 跟Ash的中距離 藍板Dewitt轉不到 這個籃下擺進去 這幾個 劉偉偉偉偉 以投6比0的攻勢 哈倫美選擇要自己打了 找到隊友這一次沒放槍了 像哈倫美最有力了 自己的眼淚拋沒拋進 籃板抓回來 好球 所以在賽前跟 維承的成熟 或是像我們可以看到 在日本對韓國的這種不重要的隊員 因為他們平常訓練是夠扎實 所以你這樣連續的出賽 連續的 對抗的時候 對於美國隊來強 這已經 進了到第4天啊 哈倫美這 四場比賽打下來 真的是辛苦 那當然這次 這次的進攻 並不是在所謂的 這次是因為防守的受傷 因為當你在去 做一些防守的時候呢 你的體能下降 原本你可以不會受傷 可能你肌力夠 避免得到射 但 這個 攻守的轉換 分數也拿得相當的輕鬆 在進去 這一次沒人來幫忙 那麼Dewitt就可以輕鬆的拿分了 在拉人犯規 個人的第三犯 那迪偉在 背對籃荒攻擊 在做一個拋頭的方式 很辛苦 像這次 一對一的單打 在球的處理方面來講 你可以看出來 並不是很恰當 可是你可以看到 單單可以看到 迪偉他的能力 絕對夠 以他的將近190公分身高 加上他的優異的彈跳能力 在籃下來講 你幾乎是 拿他沒有怎麼辦 那今天Dewitt怎麼沒辦法打開 很簡單 就是在之前 在整個日本隊防守 他們對於在籃下的一個幫忙 包夾 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讓在幾名的美國隊內線球員 沒辦法發揮 再加上今天美國隊幾名的射手 不管是Shutton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受傷的 再加上衣服 就位於市場 我看見 在這次 不算 有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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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